共同举杯庆祝美国独立248周年 副总统萧美琴就会同框AIT处长孙小雅 民进党政府和美方的好关系自然不在话下 用中文字词表达感谢萧美琴孙小雅两人展现好交情 萧美琴还扮演台美双边国同桥梁 而且似乎要让美方安心 还引述总统赖清德过去曾向美方提过的保证 当然酒会不只有绿营人士来和美方维系良好关系 蓝白政坛大咖也有出席 立法院政府院长韩国瑜与江济成和现场贵宾合影韩轩 一旁则是民众党立委张旗凯 蓝白两党的主席也有来 党主席朱立伦和韩江两人打个招呼聊个几句 随即就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样 与孙小雅质疑后就快闪离去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贵宾 出席也让外界增添不少想象空间 TVBS新闻刘宇俊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